大家好 我是文睿 今天就是张高丽和彭帅的事情 可以说是刷屏了 在网络里面到处都能看到 有人在聊这个事情 说这个事情 怎么说 对于这类事情 我一般是不太愿意谈 比如对于李云迪这样的事情 包括前段时间 吴亦凡这些事情 我一般就是能不说 我就尽量不去说的 不去说这样的事 但是张高丽 他跟前面我说的人不一样 他是位高权重 他出了这种事以后 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体制的影响 会非常大 影响冲击会非常剧烈 这个就值得咱们仔细来关注 来好好分析一下 当然所有的这些分析 也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仅供大家参考 怎么说 今天在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觉得 挺匪夷所思的 就觉得挺可悲的 为中国社会感觉到挺可悲的 就是说这些年 整个社会怎么能 他的道德水准 滑落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去了 特别是我看到里面有一个情节 可能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是说张高丽的妻子 可能也是一个老年人了 对不对 妻子 然后在外面 就是给张高丽手门 就是看风 我也想 真是 这哪跟哪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就这个 我的这个词汇比较贫乏 就表达不出我那种感情 你说怎么到了这种程度了 更何况 张高丽他也是一个 就是政治局 前政治局常委 是不是 对吧 那也是挺大的干部 对不对 你们都这么搞 你说是不是 你说 控制整个国家的人 都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这个国家会能好起来吗 对吧 张高丽这个事是被曝光出来的 其他人干净吗 对不对 那是真是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你说 让这样的人控制这个国家 带这个国家 往下走 那走到什么地方去 是不是 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可悲 你说你们这些人 你说你就算有钱 有权又能怎么样 你们真的能幸福起来吗 对吧 幸福 幸福的基础 就是内心要干干净净的 清清白白的 能吃得下去饭 能睡得好觉 这是基础 这个我就 对吧 简单 感慨几句 咱们这个书归正传 那么他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对于整个这个体制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冲击 现在好 就是中国的经济也好 包括这个体制也好 他已经非常非常脆弱了 对吧 你不论在哪个方向 在哪个位置 在什么时候 给他一个力 这个力一下去以后 就有可能让他站不稳 力稍微大一点 就有可能让他倒掉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吧 你可能觉得这个事情 好像跟这个体制最终的完结 好像没什么关系 但是就有可能发生那种 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连锁反应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他怎么连的咱们不清楚 反正是一下去以后 这个力量就会使他 至少让他晃几晃 那么张高丽这个事情出现以后 会是会产生怎么样的连锁反应呢 我这么分析 就是这个事情在国内 很多老百姓肯定是看不到了 他可能会封锁的很严 但是在国际社会上 除了我们这些自媒体人会说 除了华文媒体会说 其他余种 很多正式的媒体 他们也会报道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太大 那么报道以后 他一定会形成一种舆论压力 这种舆论压力就会传递到北京 传递到中南海 传递到习近平那 那么到了习近平那 习近平会怎么做呢 第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会觉得很高兴 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可能趁着这个机会 然后把张高丽拿下 但是我谈到这儿 有很多人觉得不可能 你这个想象有点夸度太大了 对吧 你先听我仔细说 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现在体制内的权斗很激烈 大家应该能够承认这个事实了 对吧 特别是在孙力军和傅政华的事情 出来以后 对吧 终究也不说了 团团伙伙 什么权力野心极度膨胀 等等这些事情 就说明他们是有一个团伙的 这个团伙就是反习势力 主要就是江派势力这些人 对不对 习近平现在就是要把这些 这个势力拿掉 他要拿掉的话 他很多时候他可能操作起来 就没有着力点 或者是觉得比较难 这个时候恰恰这个事情 就给习近平送来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借口和机会 他就可以通过这个事情 把张高丽拿下 对吧 那么这么做 有人会觉得 有什么好处 张高丽他可能也没什么权力了 都已经是一个就是退休的一个常委了 对你这么做有什么 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是当然有的 首先他可以起到这个正式的作用 你们这些人 不是老是基于我的大位吗 老是对吧 要反对我们 那好 我就先以他为例 对吧 敲山震虎 让你们看看 吓唬吓唬你们 有可能达到这个作用 就像 就是现在像张高丽这样的退休的 这个常委 江派的常委非常多 什么曾庆红 李兰青 对吧 像什么贾庆林 李长春 刘云山 张德江 张高丽 甚至可能包括吴关正 吴邦国等等 这一大批人 还有罗干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能量的 他们可能在当下这个情况之下呢 既要跟习近平夺权 又要跟习近平夺钱 他们是要团结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先拿这个 就是说张高丽来敲山政府 那么这些人可能 他们就会老是一段时间 对吧 起到威慑作用 同时呢 习近平也可以在 用这种方式在党内立威 他现在确实很需要这么一个事情 让自己立威 他以前能够就是立威 主要他是拿下薄熙来和这个 就是说周永康了当时 那现在他就通过这个事 重新给自己立威 那他这么做的好处 既震慑了你们 又同时立威以后 他们就他就可以 他顺利的在二十大 就是说 就是继续他的权利 当然这个是站在习近平的角度 去看这个事情 他可能会这么想 所以他可能会用这个机会 来这么做 动手 那么这么做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习近平的反对是这些人 他们可能会在一时间被吓住 被震慑住 那么 他们心里面就会更加的仇恨习近平 他们就会更加想要找机会 把习近平拿下去 肯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现在呢 习近平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国际社会上的压力非常大 国内的经济形势也不好 对吧 你要有足够的资源 你有足够的实力 对吧 那习近平的反对势力 他们想做什么也做不了 但是呢 你自己的实力在不断的削弱 经济形势也不行 国际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你自己的能力不断下降的时候 你的这些反对势力 因为你动了张高丽 他们可能更恐惧 他们可能更害怕 他们更想快速的把你弄掉 那你实力不断下降的时候 你这么做 对你来讲 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对吧 然后呢 这是我的分析的一个方面 习近平如果动张高丽的话 这个是我想要说的 那么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习近平不动张高丽 他就把这个事情 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就觉得这个事情 如果做了的话 对吧 很有损体制的颜面 对吧 或者是迫害党内的团结 是不是 他就会把这个事情压下来 就完全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一样 你们国际社会 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对吧 反正我就当做没有 就这么一过一会儿 可能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他可能会这么处理 冷处理 那么这么处理的话 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会对这个体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你要这么冷处理的话 你就不能对彭帅做什么事情 因为你对彭帅做什么事情的话 对吧 你要是去报复他 那这个事情在国内 他又会被让大家知道 老板 中国国内的普通人 也都知道这个事情 对吧 那你要不动彭帅的话 彭帅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举动 通过翻墙到国外来说什么 对不对 还有就是说 你不动他的话 那你是不是在鼓励很多 像他跟他处境一样的人 也出来写这种揭发信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 从很多体制内的这些高官也好 在任的也好 退休的也好 他们可能也会想说 这个彭帅怎么突然就 出来这么做呢 为什么他的这个微博就能停留20多分钟呢 原因在哪 是不是有人在怂恿他呀 是不是习近平想通过这种方式 拿到我们的把柄 今天 倒霉的是张高丽 那么过两天会不会轮到我们呢 所以说这个事情 即便是习近平冷处理的话 他也会导致体制内的很多人心里面非常不安 这种不安 他最终转化成 就是转化他们觉得习近平要对自己动手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也会想办法集结起来 看看怎么样 尽快的把习近平拿掉 这就是我能想到的一些状况吧 总之吧 你这个事情 他出来以后吧 就像把一个巨大的石头扔到水里了 他就会陷进很大的涟漪 那石头下去会砸着谁 这咱也不好说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 我这个体制 他已经催促到一定程度了 不论什么样的事情出现 都有可能让他颤 挤颤 甚至倒下 后续怎么发展 咱们一起慢慢看 行 今天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